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身边的生活里 有很多人因为不善表达祝福 不善表达爱 让近在咫尺的人 仿佛远隔天涯 今天潮雨和您分享的故事 叫做《世界上最酷的爸爸》 作者安吉·KK·沃德 当我出生的时候 爸爸已经五十岁了 在别人有妈妈先生这个绰号之前 他已经因这个称呼名文侠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代替妈妈而成为持家的人 但是我是我所有小朋友中 唯一有爸爸陪在身边的人 从这一点来说 我认为自己很幸运 在我上低年级学校的多年中 爸爸为我做了许多事情 他让学校汽车司机到我家门口接我 而不让我到六街区远的普通汽车站 当我回家的时候 他常常已为我准备好了午餐 花生酱和肉冻三明治 我最喜欢过圣诞节 螺旋形式的三明治周围 嵌满绿色的糖块 并被切成树的形状 随着我渐渐长大 我努力想获得独立 我想摆脱掉这些父爱的幼稚的迹象 但是他不打算放弃 我进了高中之后 不能再回家吃午饭了 我便自己带饭 爸爸每天早早起来 为我准备好午饭 在饭袋的外表 是他自己设计的描绘山景的图画 这称为他的商标 或者一个刻着 爸爸和安吉的心 在饭袋的中央 在里面将有一块印着同一个心 或我爱你的餐巾 许多次他写上一个笑话或谜语 他经常有一些可爱的话逗我笑 并让我体会到他爱我 我经常把我的午餐藏起来 这样将没有人看到饭袋或餐巾上的画 但这并没有隐瞒多长时间 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看到餐巾 第二天我的所有朋友都等着看这块餐巾 他们也模仿这种方法 我想他们都希望也有人像他们显示那样的爱 我为由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非常自豪 在我以后的几年高中生涯所收藏的那样的餐巾 至今仍大不保留着 后来 当我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 我想这样表达爱的方式将不能继续了 但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为他的爱而感到非常欣喜 我希望在放学后天天见到父亲 因此我经常给他打电话 我的电话费用因此而扶摇直上 我们说什么并无多大关系 我只是想听到他的声音 第一年 这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 每次我说完再见 他常说 安吉 是我爸爸 我答道 我爱你 我也同样爱你 爸爸 几乎每个星期五 我都收到信 我前面座位上的同学 常常知道这是谁来的信 信封上的姓名地址 经常是用蜡笔写的 里面的信经常画上我们家的小狗或猫 并附上他与妈妈的相片 如果我上周末回家的话 还有与朋友们在城镇周围再跑 和把家作为一个小站的描写 还附上他的风景画 和一颗写着爸爸和安吉的新型题字 信件正好在每天的午饭前送到 因此我能够带着他的信去餐厅 我意识到把信藏起来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的室友是知道我爸爸送我的餐巾的高中朋友 我在星期五下午读信 话和信封被传阅 已成为室友们的一种仪式 正是在这期间 爸爸患了癌症 当信件在星期五不能到来的时候 我意识到他已虚弱地不能写字 他经常在早晨四点起床 这样他能静静地坐在院子里写他的信 如果他误了星期五的邮寄 信将迟到一两天 但信总会到的 我的朋友们经常称他世界上最酷的爸爸 一天我的朋友们送给他一张卡片 上面签了所有人的名字 并把那个称号赠给他 我确信他将会我们理解一个父亲的爱 如果我的朋友们开始送给他们的孩子餐巾 我一点也不惊奇 他留给他们一个深刻印象 并将激励他们给自己的孩子表达自己的爱 在我的四年大学生活的日日夜夜 信件和电话从不曾间断 我决定回家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到了 因为他的病情日夜夜恶化 我已认识到我们共处的时光非常少了 那些天是最难哀的日子 眼看着这个曾经充满年轻活力的人 已经枯搞消失 最后 他竟认不出我是谁了 把我喊成他曾多年未见的一个亲戚的名字 我知道 这是由于病魔在作怪 我也爱你 爸爸 中国人骨子里的含蓄 让很多人羞于说出对父母的爱 就在昨晚 还有听友问我 刚和妈妈吵完架 心里很难受怎么办 而这位听友 现在还是一名学生 做了很多劝解之后 我想说的是 人人都说爱要理解 要尊重 无论是亲人之间 还是情侣之间 朋友之间 然而 缺少了爱的沟通 爱的表达 理解和尊重 又从哪里来呢 感谢您收听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文章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 欣赏更多精彩图文 我是潮雨 明天见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